杏子日语教室 玩玩具 学日文 大家好 我是哈日杏子 欢迎收看杏子咖啡屋 耶 今天是我们 玩玩具 学日文的第一集 所以呢 我就变装成牛奶妹 有没有觉得很可爱啊 不过这个帽子真的好热哦 今天呢 要为大家介绍一套食玩 就是这套晚霞食堂 夕焦食堂 这里面呢 就有好多好多 杏子很爱吃的那种日式的定食啊 还有一些比较传统的日式料理哦 那为什么要玩玩具 来学日文呢 一般我们在上日语课啊 其实都还蛮正经的 而且真的是听久了 会想睡觉哦 不瞒大家说 有时候杏子在剪影片的时候 自己听自己的声音都睡着了呢 哦 哦 哦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杏子才会想说 嗯 是不是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呢 让大家可以就是一边玩一边学日文 那我们今天就是一边来看这套的食玩 一边学一些菜单名称 下次如果你去日本玩的时候 就可以拍箱用场咯 好 那我们来上课咯 开箱咯 好 首先我们来看这一套呢 就是猪肝炒韭菜的定食哦 我们去日本常常会吃到就是那个海带汤哦 鲍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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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鱼 这一套呢就是日式尖角啦 你看它上面就是真的颜色做的还蛮逼真的 这个就是尖的焦黄焦黄的底部哦 然后翻过来 哇塞 它连那个饺子的那个皱褶啊 都把它做出来耶 你看盤子还挖一条龙耶 超可爱的 就是一整个中华风 那尖角的日文呢 是念作 漾字是写成饺子哦 不过不是我们的水饺 就是尖角的意思 顺带一提 水饺的日文是念作 水饺子 水饺子 那我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呢 经常都可以看到这个棉洗块哦 棉洗块的日文是叫做 割り箔し 割り箔し 接下来的这一套呢 它就是有附赠放饮料的冷藏柜哦 冷藏柜的日文是念作 雷州showcase 雷州showcase 材质做的真的还不错 那我们现在看到呢 就是有两瓶小小的 应该算是日制的可热吧 可热的日文呢 就是外来语的 コカコラ 那一般他们都念成 コラ コラ 顺带一提 扭成枝的日文是念作 オレンジジュース オレンジジュース 接下来介绍这一边呢 就是大家去日本必喝的 生啤酒 日文是念作 生ビー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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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然后这一盘下酒菜呢 它就是叫做 モズニ モズニ是指呢 用动物的内脏 比方说牛羊鸡猪的内脏呢 加上一些蔬菜 去熬煮出来的料理哦 只要你去居酒屋呢 一定可以点到这样的菜单哦 モズニ モズニ 哇 这一套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 味噌煮青鱼套餐哦 味噌煮青鱼的日文是念作 サバの味噌に サバの味噌に 然后这一碗呢 就是豚汁 豚汁呢 就是猪肉片加蔬菜去熬的味噌汤哦 日文是念作 豚汁 豚汁 好 那旁边这一盘小菜呢 就类似我们的凉拌豆腐 它的汉字是写成冷奴 日文是念作 ひややっこ ひややっこ 就是把冰过的豆腐呢 切成四方形 撒上葱花跟酱油 就可以食用了 在夏天的时候呢 就是非常的清爽 很受到欢迎哦 哇 这一套超可爱的 它还附赠调味料耶 你看 有辣油跟胡椒罐 辣油的日文是念作 ラユ ラユ 黑胡椒的日文是念作 クロコショ クロコショ 上面还有洞洞耶 感觉真的可以撒出来一样 好 把调味料放回去 那餐点有炒饭跟酱油拉面 炒饭的日文是念作 チャハン チャハン 拉面大家都知道是叫做ラーメン 然后酱油就是 ショウユ 所以酱油拉面就是叫做 ショウユラーメン ショウユラーメン 哇 它有笋干啊 鱼板啊 海苔 葱花跟叉烧肉呢 感觉真是料多味美啊 好 那我们吃拉面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汤匙哦 汤匙的日文念作 レンゲン レンゲン 发音是不是很奇妙啊 好 现在就撒一点 ラーユ在那个 ショウユラーメン的上面 然后再撒这个 クロコショウ 在チャハン的上面 嗯 准备完成 要开动了哦 チャハン跟 ショウユラーメン 先吃哪一个啊 哇 喜欢吃鱼的朋友们 看到这个定食 应该会流口水吧 这个就是非常传统的日式菜单哦 就是烤鱼定食 烤鱼的日文是念作 焼魚 焼魚 烤鱼定食的内容呢 会随着季节来做变换哦 这一条呢 是竹甲鱼 日文是念作 烤竹甲鱼超好吃的 肥肥嫩嫩的 好下饭哦 看一下它后面好了 哇 烤得好熟呢 香喷喷哦 然后这个是萝卜泥 大根おろ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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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要加那个 醬油 就是酱油 后面这一碗呢 就是很传统的味噌汤 味噌汁 味噌汁 再来就是白饭 白饭的日文是念作 白饭 白饭 然后这个套餐比较特别呢 它还附赠一个水果哦 你看它橘子做得好逼真哦 这样一片一片的那个质感啊 还有就是橘子皮的那个颜色 跟那个纹路 超写实的耶 橘子的日文念作 味噌 味噌 紧接着要介绍这一套呢 就是大家很爱吃的 姜汁烧肉登场咯 将将 姜汁烧肉的日文是念作 しょうが焼き しょうが焼き 那这个套餐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竟然还附有一个烟灰缸 还有一节快抽完的香烟 香烟是念作 たばこ たばこ 烟灰缸是念作 はいざら はいざら 这个はいざら真的做得好写实哦 连背面的立体感都有做出来哦 尤其这个香烟 皱皱的样子 还有里面感觉好像有烟槽 甚至太小了都快拿不起来 哇塞 好写实 好逼真哦 然后还有一盆烟萝卜 烟萝卜的日文是念作 たくわん たくわん 最后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日本的国民美食 炸猪排饭 日文是念作 かつどん かつどん 那猪排饭旁边附赠的这个小菜呢 就是烟醬菜 日文是念作 おしんご おしんご 穿这个真的好热哦 看了刚刚的影片啊 大家有没有学会几个菜名呢 那如果大家把这些单字都背起来 下次当你到日本玩的时候呢 进到一间食堂 看到menu 你就知道说 啊这个就是那个什么 一定会非常的有趣哦 ok 那今天我们的课就送到这边 下一次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玩具呢 敬请期待哦 那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 加年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信子频道哦